取得的成就 预祝即将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全国代表会议取得成功 胡锦涛强调 坚定不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 发展经济既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对外合作 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加快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方尊重和支持朝方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采取的积极举措 金正日表示 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迅速发展 处处焕发勃勃生机 我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 这充分证明中国党和政府提出的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非常正确 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 顺利开启十二五规划 以新的伟大成就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朝鲜当前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希望加强同中方的交流合作 两国领导人还就朝鲜半岛形势 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 胡锦涛指出 联合国安理会就天安号事件发表主席声明后 朝鲜半岛形势出现一些新动向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是人心所向 中方尊重和支持 朝方为缓和半岛局势 改善外部环境做出的积极努力 主张有关各方 继续高举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与半岛无核化旗帜 为缓和当前紧张形势 尽快重启六方会谈 推动朝鲜半岛局势 逐步转环 做出积极努力 金正日高度赞赏 中国为六方会谈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 他表示 朝鲜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改变 不愿看到半岛局势紧张 希望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推动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会谈后 胡锦涛为金正日来访 举行欢迎宴会 访问期间 金正日先后在吉林省吉林市和长春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观考察 有关机械制造 轨道交通 化学工业 食品加工企业和农业项目 听取了有关省市和企业负责人的情况介绍 金正日表示 吉林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这次故地重游 看到这里的巨大变化和喜人发展 深受震动 感触很多 东北地区与朝鲜接壤 山川地貌相近 工业结构相似 朝方要加强同东北地区的交流合作 认真研究中方的做法和经验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国务委员戴炳国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吉林省黑龙江省负责同志 分别参加有关活动或陪同参观考察 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春 党中央书记金济南 党中央部长太宗秀 外务省第一副相江西柱 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 朝鲜党中央部长洪熙亨 金永日金阳剑等陪同金正日访问 并出席有关活动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经过三年的建设 国家十一五重大工程川气东宋工程 今天投入商业运营 这标志着我国第二条天然气绿色能源大动脉 正式转入服役期 总投资626亿元的川气东宋工程 稀起四川普光气田 跨越四川 重庆 湖北 江西 安徽 江苏 浙江 上海八省市 干支县总长2170公里 设计年输送洁净天然气120亿立方米 沿线覆盖70多个城市 数千家企业 近两亿人口 这就是一口天然气气景 它一天的产量大约是80到100万立方米 那么整个普光气田 如果全部打产之后 一天的产量是3400万立方米 相当于整个上海市三天的用量 据测算 川气东宋工程实现年输气120亿立方米后 相当于每年为沿线各省市 替代标准煤1457万吨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96万吨 我们在四川的三个勘探区块 又有了新的突破和发现 预计12五我们将在这一地区 新增数千亿方的天然气储量 这样就为川气东宋工程 文产供气20年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川气东宋工程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工程 将与西电东宋等一系列工程一样 把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据测算 川气东宋将带动沿线各省市 天然气基础管网和天然气利用项目 每年带动相关产业实现社会总产值 千亿元以上 再来关注新西部新蓝图系列报道 从零星分散到规模发展 云南省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陆江州普拉底乡境内土壤肥沃 有着种植草果的天然条件 从2004年开始 当地政府引进草果两种 免费提供给村民 由于草果种植不占耕地 在树林下栽种就可以 而且产量也比较高 在引导村民种植草果的同时 乡政府还组织成立草果协会 平时为农户提供免费种苗和技术指导 草果成熟季节 他们又会根据行情定好价格 到村民家中上门来收 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给以往靠天吃饭的农民 带来了致富机会 未来5到10年 云南农业将以转变发展方式 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 将建成现代特色农业 示范区800个以上 再把目光转向周区 昨天救援部队对白龙江河道清淤 发起攻坚战 并于中午12点完成了 白龙江河道清淤疏通 以及县城全面退水的监局任务 一天过去了 周区县城全面退水之后 情况如何呢 来看本台记者王春潇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昨天的中午12点的时候 整个的周区救援当中 难度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的 一个投入人力最多的一项工程 也就是我左手边白龙江的 清淤疏通工程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还要带大家看一个现场 就是现在我脚下所踩着的这条路 省道313 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滨江北路 是实现了20多天的段路 现在终于抢通 这条路的疏通也为整个白龙江 以及整个的周曲县城 未来的抢险工作 以及重建工作 打下很好的限制条件 在我的脚下此时此刻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县城的主要道路了 现在这个道路已经露出了水面 那么比较低洼地段的这些积水呢 请摄像师摇到这边 看一下这个积水 我们可以看到 这部分的积水将会采用抽水的方式 把它排出 而整个我们看到 挨着商铺这一边的道路 以及整个的清淤工作 都在加紧的进行当中 刚才呢 我也是走到这条路上 看到有很多的商铺啊 他们都是已经实现了 入户进行最后的淤泥清淤 现在县城进入到了 最后的一个抢险阶段 也就是清淤阶段 商铺们也将会继续地努力 和官兵们一起努力 实现商铺的重新开张 可以说整个周曲县城的重建工作 将会马上陆续地展开 强热带风暴狮子山 今天凌晨三点 减弱为热带风暴 并有可能于明天 在越东沿海登陆 目前东南沿海 已经启动了防台风紧急预案 并及时动员船只回港避风 受热带气旋影响 东南沿海地区 今天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 目前各地已紧急启动防台风工作 在广东汕头 海事部门及时动员 200多艘船和施工作业船只 进港避风 我现在是在海门镇的避风堂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 所有的大小船只 已经全部回港避风 而为了抵御可能到来的台风 一些大船 一般都采取了加锚加定的措施 以保证船体更加的稳固 在福建泉州 边防官兵深入辖区养殖区 和渔船集中停泊点 挨家挨户 把印有狮子山最新动态的路径图 及防台风注意事项的宣传手册 分发给渔民 浙江省也启动了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要求可能受台风影响的地区 及时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但是气象专家也表示 由于在台湾东北角 台风难休已经形成 另外今年第七号热带风暴 原规也已经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这三个热带气旋相互影响 使得狮子山移动缓慢 路径难以预测 针对连日来北京周边高速 严重拥堵的情况 北京警方负责人表示 拥堵的症结主要是货车超载严重 在110国道进京方向 重型载重货车的长龙 有序向前流动 拥堵程度比前一段时间 已大为缓解 目前拥堵情况的症结 仍是货车超载严重 相关部门表示 将控制进京货车 针对拥堵制定紧急运输 及相关部门透露 将考虑建立治理超载信息库 对旅贩司机登记入库 建立黑名单 加强打击整治力度 在气势保障交通运输的同时 加强对超载现象的治理 跟法治部门你们在研究 一次怎么着 两次怎么着 三次 是不是得有个累积的说法 上海世博会今天迎来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管日 素有丝绸之路音乐明珠之称的 乌兹别克斯坦 把罗吉斯坦歌舞团的保留剧目 斯路驼灵 搬上了世博的舞台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管 位于世博园A片区 主题为文明的交汇 好 更多的消息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商务部昨天表示 将在具备条件时 对个人网店逐步实施 工商登记制度 但目前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 仍在研究中 暂无实施时间表 目前对企业 个人 网络销售是否征税 如何征税 尚无定论 国外在这一问题上 也存在争议 昨天央行第二代支付系统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上线式运行 这个被业内阅为 超级网银的系统 只需要登陆一家网上银行 就可以查询到 自己在多家商业银行的账户情况 目前新系统开通范围 仅在北京 上海等 少数地区的部分商业银行 来自住房建设部的消息 今年1到7月 全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累计达到9.2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67.7% 达到历史最高增速 这一指标表明下半年 我国房地产市场供应非常充足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 今年1至7月 广东房地产开发企业 土地购置面积872.97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36.1% 在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下 今年以来 广东房企资金吃紧 购置土地面积呈现大幅减少态势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日份 欢迎您继续关注 稍后